韩国的购物网站 然后如果说我觉得还不错的话 希望可以把这家网站推广出去 就是介绍给大家 它优于我的这几样东西 其实都是在网上比较红 口碑比较好的几样产品 然后想说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首先跟大家讲这个面膜好了 然后这个面膜就是之前特别红的 那个蜗牛系列 It's Skin他们家的那块 蜗牛保湿面膜 我收到当天就拆箱 然后看到这款面膜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妈这个面膜跟你用的是 一个系列 跟你用的护肤品是一个系列的 然后我妈说 哎好晚上试试看 然后就我们两个就一起 用了这个面膜 就感觉真的很不错 就是你在用完它之后 我什么都不擦 然后直接就睡觉 就是在睡觉之前 用完这款面膜 然后就直接 大概等个二三十分钟 然后直接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上 就还是很保湿 我现在算是比较混合性的皮肤 然后我妈算是完全干性 特别干的那种肤质 所以就两个人用起来 感觉都差不多吧 可能我妈用起来感觉 没有我感觉那么的好 因为毕竟它皮肤实在太干了 它这个蜗牛系列 刚开始出的时候 我身边就有朋友用 然后后来我家人 很多朋友都在用 所以就感觉是真的不错 所以也推荐大家试试看 这款面膜 我自我感觉是良好了 接下来要讲的 也是一款面膜 不过它是这种水洗型的 然后它是 Tony Moly他们家的这款 就是黄金24K的面膜 然后它磨起来的感觉 其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它不是那种非常 非常怎么说呢 粘稠啊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用起来的感觉 跟一般的水洗面膜差不多 然后用完的效果也是 就是还是保湿的效果比较好 使用周期不会太频繁 大概也就一周一次 或者是两周一次这样 所以我自己用完两次的感觉 就还算可以 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不好 可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好吧 就是感觉很平常的一款 水洗的保湿面膜 接下来这款是 Too Cool for School他们家的这款 鸡蛋慕斯洁面泡沫吧 洁面慕斯 之前我用过他们家 就是黄色的那一款 鸡蛋洁面泡沫 就是其他厂商提供的那款洗面奶 就感觉还不错 是比较适合夏天用的一款洗面奶吧 如果说在夏天 你的皮肤是比较油的那种质地的话 我就比较推荐你用那款洗面奶 然后这款洗面奶用起来感觉其实差不多 用完脸上还是说 会把大部分的油分给洗干净 所以就不太建议干性的皮肤人来使用 但是如果说你像我是混合性皮肤的人 或者是你完全是油性肤脂的人的话 我觉得可以试试他们家鸡蛋这个系列 就是用完的感觉真的很不错 能把脸上的一些油分啊 或者是一些堆积的一些脏东西都洗掉 反正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了 因为我毛孔很粗嘛 就是我自己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所以就很担心就是油脂会堆积啊 或者是一些化妆品一些残留会堆积在毛孔里面 整个毛孔放大 或者是长痘痘长粉刺这一类的 所以就是我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洗脸上就有特别的去 在注意这些地方 然后在用这款洗面奶的时候也是 因为它本身是慕斯的这种质地嘛 所以就用起来就很 感觉它很细密 然后泡沫也很细 用起来就很舒服 也不会有刺激 然后用完脸上可能会稍微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干 但是你要及时擦上一些 就是保湿的化妆水啊 化妆品之类的就感觉还OK 所以是我自己很喜欢用的一款洁面的产品啦 接下来这两款是两个唇彩 然后也是Too Cool for School他们家的两款唇彩 一个是红色的 一个是粉色的 其实我自己的肤色是比较适合用珊瑚色 或者是橘色类的产品 然后它因为是随机发给我的嘛 所以就我收到的两款红 我收到这两款就是红色跟粉色的 然后首先红色这款 然后它这个红色的 它不是那种完全的大红色 它还是会带一点点粉粉的霉红色在里面 所以说如果你想尝试红色的唇彩 可是又不想用大红色唇红色系的产品的话 我觉得这个颜色应该会比较适合你去选择 这款粉色就可能稍微相对用的频率又少一点 但是这款粉色也是非常好看的一款颜色 就是那种比较牛奶粉的那个感觉 就是很适合小女生来用 如果说你脸上没化什么妆 然后希望嘴唇上稍微有一点点粉嫩的那种颜色效果的话 我是比较推荐你用这个颜色啦 它就是很淡 接下来这款产品呢 我先不跟大家讲是什么 不过这款产品呢 有很多很多朋友在我的微博下边也好 土豆下边也好 或者是私信也好 或者是就是任何一个我能接触到的网络平台都好 都有人留言问我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好用 是不是在这韩国这边真的这么的烘 然后我就没办法回答大家 很多很多朋友的留言就被我吃掉了 就因为我没有用过 所以没有办法回答给大家 然后我身边接触这款产品的人 真的是少之又少 所以就没有任何的就是实际的那个讯息的来源 所以就也在很苦恼吧 这个该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后来接到他们家的这个产品之后 我一开箱就觉得瞬间有种小惊喜的感觉 其实怎么说呢 这款产品刚开始在韩国的网络上好像还是挺红的 因为是通过一些手机软件的一些宣传 或者是电视广告电视节目的一些宣传 就是感觉在广告圈里还是比较红的一款产品 然后后来在韩国那个Gatey Beauty的那个节目上出现之后 它的就是话题度就变得就更高了 然后很多的一些就是化妆品网站啊 或者是一些化妆品实体店呢 都有在卖这款产品 然后我想说到底要不要买到底要不要买 然后后来我表姐在上个月的时候她跟我说 她说我有买那款产品 然后我建议试看还真的挺好用的 然后就在我想决定买的前这么两天 这个MakerShop他们家给我用来的产品 我就发现有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这款马油 然后我想说好吧既然我收到了 那我就就试试看 看看它是不是像大家说的 像电视上讲的广告里说的那样 那么的好用 那么的招人喜欢嘛 然后就拿到它之后就有开始用 然后几乎是天天都有在用 偶尔是可能早晚都有用 偶尔就是只有晚上睡觉之前用 保湿的效果是真的没话说 尤其是在化妆之前 你要用防晒之前 毕竟要最后擦一层面霜来 最后给皮肤一层就是 保湿保养的这个步骤嘛 所以用它然后再用一些防晒霜啊 上底妆啊之类的效果就真的是很好 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用量用的太多的话 可能会有长白头或者是就是 油脂堆积的那种感觉 就是用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它的用量 真的是很好用的一款保湿霜嘛 就是现在感觉有养成一根小习惯 就是在我可能擦完化妆水之后就比较懒嘛 就不想去擦一些精华液啊什么之类的保养品之类的 又做一些什么水洗面霜之类的 就很懒不想去做一些步骤的时候 我就会擦一层化妆水然后直接擦这个面霜 然后我脸上还是会很滋润 不会有那种干干的那种感觉 很好闻是那种淡淡的清香 有一种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种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 有植物的味道在里面 然后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难道这个是马油的味道吗 希望有用到这款产品的朋友 你可以留言给我告诉我它的效果怎么样 反正我自己用在我自己的脸上 就是保湿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好 针对它其他的功效 我暂时还不敢说到底是不是真的 不过就保湿滋润润肤 去细纹这个功力来讲 真的是是真的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最近非常喜欢用的一款护肤的产品了 OK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么多 如果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去Makeshop他们家的网站去看一看 然后他们家好像之前有提到过的两点 比较适合在网络上购物的朋友 就是他们家结算的这个方式 好像比较方便一点 不会那么的繁琐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他们家好像买了一定金额之后 海外包邮 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首选的两个条件吧 所以一定要去他们家逛一逛看一看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产品 然后我自己提到的这些产品也是他们随机 要给我的嘛 我就有试用到 然后也都是一些很好用的产品 所以喜欢的朋友一定要去网站上看一看 希望这支视频大家看得开心吧 之后还是会分享一些我的护肤品和彩妆用品的一些合集 然后这支视频就是这样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